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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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坐了13個半小時 屁股已經爛掉一半 我剛剛大概6個小時才有起來上一次廁所 其實蠻辛苦的 坐到屁股真的是歪掉 但我剛剛聽我同飛機的跑友分享 他們竟然還要再坐4個小時的得鐵去到柏林 我們這次選擇的是坐飛機轉機 所以等一下我要再帶一個內路線 從慕尼黑飛往柏林 但相比起來 鐵路還要坐4個多小時 而且還有霧點的可能性 所以這次我們還是選擇坐飛機 那因為我覺得來比賽最重要的是 要想辦法快速的到會場 不要膽戰心境的想說 我等一下會不會還有霧點這些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這次 我跟熊獅的團來是一個蠻爽的 相對於我現在去倫敦 一直在想著我等一下幾點要到幾點要到哪 我剛剛直接轉機的時間 坐在那邊喝咖啡 好舒服 整個是不用帶腦耶 我們來到了柏林馬拉松的XBO會場 今天是第一天報到 我們待會就第一步驟零物資 接下來要去買爆購物資 不知道會不會有RDOS Pro 4可以賣 最重要的當然還有柏林馬拉松的吉祥物黃鼠藍娃娃 然後再來就是買一些 愛迪達跟柏林馬拉松聯合推出的這些聯名外套T恤 好趕快衝進去報到了 希望不要排太久 裡面就已經要到領東西的位置了 已經可以看到這邊 左手邊這邊 太開心了 一進來直接被收包了 它直接叫我們全部打開 但是它有規定進來好像不太能背太大的包包 所以空手進來的可以直接進來 上面的XBO下面領號碼簿 它裡面就是機場耶 我們走下來身後這邊感覺以前是一個機場 然後身後這一排全部應該就是要進去會場裡面領號碼簿 現在已經3點58分了 3點開始 現在還是這麼多人耶 我們先繽紛兩路 我去排好馬步 你先去幫他買東西 等一下那邊見 排隊排得超久 我們終於進到這邊準備入場的地方 然後會有一個工作人員掃描你的這個code 應該就是我手上這張 我有先把它印下來的這個參加的一些資料 謝謝 謝謝 一番波折 終於進來了 我們4點這邊排隊 然後我總共花了20分鐘 才從任聾走出來 我現在身後這邊都要走進去XBO會場 聽說裡面就是別手環 零號碼簿 然後另外一邊呢 如果你是一般來逛XBO展會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入口 就不用在那邊忍幾人 但可能今天是比賽的第一天 所以大概要花20分鐘才可以進去 哇 今天呢 太可怕了 謝謝 謝謝 OK 我的手環好了 哇 進來是不是還可以領個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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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 就是要來領取我的號碼簿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找自己的一個分區 看看哪一排比較少人 我們就去哪一排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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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印號碼簿 接下來等我的號碼簿 賽事保證名額不用擔心是否抽中參賽資格 瑣碎的交通、住宿、餐食預定 都由熊獅來幫你完成 省下大量來回比價的時間 你只需要專注備賽 站上世界級的賽場享受比賽 2025世界馬拉松 精彩賽賽事 開放預定中 耶 終於進來了 我一進來 失心瘋啊 買了一大堆才記得要錄影片 剛剛從外面排進來 我們在拿這個號碼手袋的時候 就已經花了大概20分鐘 這個是排最久 那玩這個之後 進來裡面啊 它其實就有點分流 然後它裡面會給你一個袋子 裡面會領到呢 就是你的號碼簿 那這次我買了這個 柏林馬的完賽梯 上比賽 你完賽是沒有衣服的喔 所以它是要自己買完賽梯的 它的吉祥物黃鼠狼 然後還有柏林馬送的外套 我上次去倫敦馬的時候 沒有買到外套 這次柏林馬必須要買下來 上面有50週年 B&W Burying Marathon 哇 太多人了 你現在看到我身後 這邊 從這邊看 這個人龍一路排排排排排排 排到最門口 我們剛進來的地方 全部都是人 所以我現在 要先去想辦法排隊 接完帳 再帶大家看一下 柏林馬拉松的Expo 還有什麼值得逛的地方 我先去排隊先 等我一下 現場有擺出的是這個 ADIOS EVO ONE 這雙跑鞋在當時候是最輕最輕 應該說現在還是啦 它主打的就是 鞋子能偷清的地方都偷了 所以整雙鞋 我記得是140克不到 然後這是裡面 我們這時候開箱的時候 是500分之多少 它現在已經是365 971 所以它已經不限量了 這雙跑鞋不限量了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鞋底 就是這種 看起來很像是 顏料倒上去那種 完全是不太會動的 但是有蠻多人評測說 這雙跑鞋在下雨的時候 穿其實會有點滑 然後其實近一點拍這個 這個中底的科技啊 摸起來的感受 真的就是保麗龍 只是稍微比較軟 跟我們一般看到那種 ADIOS PRO 3 或是像Nike 亞瑟斯的那種 中底摸起來是不太一樣 它這個應該就是 壓縮很少 所以它才會主打說 它穿一場42K 它的中底彈性就會 潰縮到沒有原本這麼好 但整體真的是超級輕量 現場有賣喔 500歐元 138克 哇 ADIOS PRO 4在現場耶 我們來柏林馬拉松的前兩天 愛迪達就有一個全球 什麼叫行銷 找了所有全世界的跑步KOL 當然我沒有啦 它是英文系 英語系的這歐美 所有的跑步平台 都發了這雙 ADIOS PRO 4 現場看真的是 外觀有一點點像EVO ONE 側面 轉一下 有點像EVO ONE 但是整體又有點像 PRO 3的外型 但可以看到布面 其實跟PRO 3長得不太一樣 它的這個布面看起來是 比較科技面料 而且真的是比較像EVO ONE的這個鞋面 那中底啊 看起來是跟PRO 3的材質差不多 但它的感覺上密度比較低一點點 不知道實際拿起來感受怎麼樣 但因為蠻可惜的 現場沒有辦法試玩 比較可惜 為什麼它長得那麼低調啊 你知道這雙我找超久了耶 它就在一個衣服群裡 然後全部人都在旁邊挑衣服 沒有人看到它 我們頻道有沒有可能來看一下 偷偷跟大家講 我們回台灣應該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實際 摸起來跑起來的感受 但台灣聽說啦 台北馬之後可能才會上架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PRO 4的這個心得 但我現在看到這些 國外的評測分享 感覺起來比PRO 3相比 真的是有進步一些些 蠻期待這次博運馬拉中 穿PRO 4跑鞋的這些跑者 會不會有辦法突破最佳成績 想要哲瑞同款 這個Expo也有賣喔 Ultra Boost 5 我從台灣出發到現在 大約超過24小時了 我跟它的相處也超過一天 走路起來真的很舒適 而且很透氣 重點是穿起來真的蠻好看 可是你相處的場合都在787的飛機上 哈哈 不要說出來 但我覺得黑色的全黑款 也是很低調 但它可以保有很舒適的腳感的感覺 我們去看一下 ADIOS PRO 3 聽說有現場的玻璃馬特殊配色 這個太低調都不知道在穿什麼 警察都穿著這個啊 Boston 12現場有出一個 玻璃馬的限定logo壓在內角 而且顏色主打就是跟 玻璃馬很多衣服都有這個綠色跟金色的元素在裡面 除了這個之外 Pro 3也有限定的玻璃馬配色 我們來看一下 我手邊這雙就是ADIOS PRO 3 你看它在外側有一個玻璃馬拉松 那裡面的顏色呢 這次衣服主要就是這個紫色跟這個綠色做一個搭配 當然還有金色的元素在裡面 Pro 3 蠻帥的 福厚福厚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才剛開兩個小時而已 現場的人應該超過有2000人吧 超可怕 謝謝謝謝謝謝 OK 我們繼續往下掛 剛剛男生沒有這個顏色 女生是有這個全綠的色系 但一樣這邊是玻璃馬拉松 但它顏色從黑色的布面變成是綠色 但這邊一樣是用紫色來點綴 老實說我覺得女生的綠色這個比較好看 比男生的好看 值得買一下 台灣沒有上市喔 現場這邊呢還有一些就是玻璃字一樣的 除了這件之外後面的啊 都是看起來比較像有點像大學T欸 你看這件 那看來看去有一點點不是我的口味啦 我感覺東京看起來比較好看 我們把Coda留在東京 我覺得這是玻璃馬拉松的這個Export設計蠻好 我們現在往後看這一區是主要贊助商 所以有Sharks 愛迪達 身後這邊還有Moulton的果膠 也排超多 但因為我上一次在倫敦買很多 所以這次先不買 但它的隔著一個門過去 就是其他可能是類似的競品品牌 可是不是主要贊助商 就是在身後那一區 所以我們那邊可以看到 迪卡農啊 Holka還有其他相關的運動品牌 但跟愛迪達是直接競品關係 所以他就隔了一個門把它切開來 Thank you 我剛剛買了一件這個 柏林操牌 穿起來蠻好看的 全白 但它的版型剪裁很好看 蠻喜歡它的設計風格 它東西其實沒有很多 但整體穿起來真的蠻讚的 Yeah 不小心在State Sky這間店就手滑了 它的現場賣了蠻多 台灣比較快就會被搶光的款式 這個帽子戴久了 好像蠻好看的 這個花紋蠻特殊的 現場它也有賣整套的外套 褲子或是背心 蠻帥的 入手 完蛋我來這邊逛 都是逛那些比較潮流一點的 好我們要往集合點前進 柏林操的會場 361也有來擺攤 這雙鞋就是 算致敬愛迪達嗎 80幾克的跑鞋 現場拿真的超級輕耶 跟一張紙一樣 這個宣紙吧 超級薄啊 但它整體不知道什麼 中底看起來是有點泛黃 還是它本來就是這個顏色 蠻帥的很輕 這個跑起來真的一次就壞了 這邊現在看到一個未來未來會登上的牆 當你完成六大馬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牆上來找自己名字 可惜我現在才第二馬而已 二星跑者 好啦 除了柏林馬之外 我們來看這邊 下一場 你會拿到誰 接下來 我先去 紐約 紐約結束之後 接下來要找到東京 東京完之後 Boston暫時失敗 沒關係 我先來芝加哥 最後一場目標設定 Boston Marathon 我一定要成功 因為要參加六大馬 整個是被洗版 它推出了一個這個六大馬硬幣 我直接就是把它卡刷下去了 那好像在紐約馬拉松的時候 才可以領這個獎牌圈圈 蠻漂亮的耶 要收紐約馬箭 那我要完成一個我自己的波提 人客啊 買不夠沒關係 他們是直接來右手邊的貨櫃 把東西脫下來啊 剛剛我們搶爆了這個熱賣 小尺寸的外套 剛剛我是拿最後一件 你看現在這邊馬上補貨 太有效率了吧 全部看到都是叮叮叮的前身 cle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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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ESPO已經總算購完了 東西都已經換好了 除了這之外 我還在賽前購買一個 這個陶瓷小熊 也是5K的紀念小物 EESPO真的滿值得 但我們第一天來 我覺得人有點太多了 我上次去倫敦馬的經驗 我是最後一天才去會場報到 人就沒有這麼多 所以大家可能考慮不要第一天來 我覺得 剛在塞車進去領這個 手環還有號碼部的時間 拖太久 大概等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加起來你就少逛很多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BOLIMA EXPO開箱 大家可以期待接下來 我們的BOLIMA比賽影片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 我們這次是跟熊獅旅行者一起來 幫大家解決到超級多 如果你自己來很不方便的問題 我們剛剛從機場一離開之後 是坐遊覽車 然後直接到餐廳吃飯 吃完飯之後 直接在遊覽車到這邊 你都不用擔心你要怎麼前往這裡 也不用去找你的公車 你的火車要怎麼轉車 最重要的是你也不用找車位 司機放你下來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逛完之後 待會直接上車出發 跟團超級方便 而且飯店離這邊很近 欸 我跟你講 飯店超近就算了 他還跟我們說 明天早上早餐後 還要載我們去接下來的其他景點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們之後的影片 下期見 掰掰 下期見 拜拜 下期見 拜拜 下期見 拜拜 下期見 staff 下次對